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斯达克100指数今年至今为止已经上涨了38% 这是近40年以来纳指100上半年实现的最大的涨幅了 纳斯达克100指数呢我们也简称纳指100 一直以来呢因其优异的交易量和波动性表现而广为人知 也是我们GoMarkets平台最为受欢迎的交易产品之一 那么首先纳斯达克指数只代表科技股吗 纳指100呢其实啊选取了纳斯达克交易所交易牌行榜上前100的非金融服务公司作为指数的样本 指数组成呢除了科技股以外 其实还包括一些零售业工业生物科技和健康行业的公司 让我们来一起具体看一下纳指100的前10大市值成分股的组成 目前呢市值最大的是苹果 其次呢是微软 谷歌 亚马逊 英伟达 特斯拉 Facebook 某公司Meta 这些大家耳熟能详 且与科技息息相关的热门大市值科技股票 目前这7家市值最高的公司加起来啊 占据纳指55%的权重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往往将纳指作为美股科技股的风向标 那么纳指100今年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具体到表现来看啊 纳指100上半年实现的累计涨幅36.3% 今年的反弹呢 主要是由苹果和微软这样的超高市值科技股贡献的 这主要是由于啊 对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的兴奋啊 促使投资者们纷纷投向了大型科技公司 在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 苹果当日呢是上涨了2.3% 成为了史上首家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的公司 创下历史新高 而2023年席卷市场的AI主题投资热潮中啊 受益于AI技术最多的就是AI芯片霸主英卫达了 其股价呢 在今年上半年是飙升超过180% 也成为第一家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商 市值呢增加超过5000亿美元 而特斯拉与Facebook母公司Meta呢 也都实现了超过100%的涨幅 那么到底是泡沫还是机会呢 纳指与科技股投资者们是否还能继续追呢 在美国的加息环境下 今年以来已经大涨的美股科技股啊 确实面临短期的不确定性 科技龙头股的大涨呢 也引发了对估值的担忧 这也是投资者们最为担心的追高买在山顶 因此呢 多数呢 目前对纳指100保持短期观望的态度 而纳指100的远期市盈率啊 目前呢 已经接近26倍 是高于其10年以来的均值的 像苹果 微软和英伟达这三者呢 他们的估值 尽管目前是低于疫情前的峰值的 但还是明显高于他们自身历史的平均水平 此外 美联储连续激进的加息下 投资者担忧高利息环境下的经济衰退 对美股企业的影响 并进一步担心啊 这样的恐慌情绪呢 会蔓延至美股的科技股 目前多数投资者相信美联储会在未来数月降息 这呢 是将带动美股走强的 但是与此同时 需要警惕的是 一旦美联储决定继续加息而非降息 货币环境再次紧缩的话 风险偏好将不利于美股的后续走势 然而呢 也有乐观的投资者认为啊 AI代表着巨大的新市场 有望呢 多年保持高增速的增长 同时 投资者将持续被大型科技公司 所具备的特质所吸引 这些优质的特质啊 包括但不限于 他们稳健的资产负债表 持久的收入来源和强大的行业竞争力 那么整体来说 我们认为啊 如果说用泡沫这一词来描述 今年科技股的上涨呢 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今年引领纳指100上涨的 苹果 微软 特斯拉 谷歌 Meta 亚马逊 英伟达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先公司 未来的科技变革也大概率绕不开这些领头公司 而当前呢 正处于世界科技变革的关键关口 随着一轮以AI 新能源 智能驾驶 云计算 5G通信 物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到来 世界呢 有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科技周期 那么像消费电子啊 汽车 通行终端等都可能面临新一轮的更新周期 那么相关产业也将面临变革和机会 如果在这些领域当中去寻找投资机会的话 纳指100所代表的这些公司呢 大概率啊 会是最终的行业赢家 从纳指100成立的近40年的历史来看啊 尽管中间经历过几次涨涨跌跌的波折 但总体看美股啊 还是表现出一个长牛市场的形态 纳指100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 涨幅超过100倍 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未来依然会为美股提供强大的动力 优质的行业和公司 从而呢 继续推动美股走强 目前美联储呢 实质上也是面临加息周期的尾声 各项经济数据显示 经济人具备任性 较为乐观的软着陆是有可能实现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纳指的技术面 纳指100整体依然维持强劲的上涨趋势 6月纳指100冲刺15300后回落 15300转而作为短期的阻力位置 如果冲破该位置呢 纳指100有望继续创新高 短期支撑位呢 可以看向14800 如果纳指转头向下跌破14800 则警惕趋势反转下跌的可能 而整体来说呢 目前纳指的技术面 其实依然还是以看涨为主 好了 今天的投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对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纳斯达克100指数 特斯拉 英伟达等等的热门投资品种 感兴趣的话 欢迎选择我们go markets 一个账户为您提供上百种交易产品